大家好 现在辽宁锦州比驾山风景区 在这里边游玩了两个景点 现在开始坐车返回了 现在没有太阳了 特别好啊 远处的那个房子感觉还挺好看的吧 再看一下这个雕塑 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比驾山风景区 哎呀 没有太阳在这里游玩 真的是特别的好啊 这个景点远距离实际上看看就挺好了 然后那个龙海广场是特别好的 好 我们开始准备回去坐车了 往这边走 已经坐上车了 它这个车站就在景区门口的对面 很近啊 只要过马路就到了 看一下这个是水塔还是灯塔 挺漂亮的吧 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景州市区 路过这个大转盘看一下这个雕塑 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再见了比驾山 下车了已经到达景州市区 我是提前一站下的 还没有到火车站 这里是百货大楼 我决定在这边玩一会儿 前面有个天桥 我们走到那个天桥上去登高望远 我在这等了好久 终于等来了一片云 现在赶紧上天桥 不然刚才那个太阳光强的时候 我在想着去天桥让它太晒了呀 现在好多了 趁现在这一大片云 哦 只能耽误一会儿了 特别好 已经走到天桥上来了 它这里是一个大的路口 但是它每个路口都有天桥 它如果把这个天桥做成一个环形的和对面的那个天桥 把它连在一起 对吧 这样才是一个最佳方案 但是它并没有这么做 这个实在是有点不对呀 应该要和对面的那个天桥连起来 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方向 太阳就在我的正上方头顶上 如果这边云走了 那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暴晒呀 然后今天是从比加山那边回来的 坐车的时间大概是70分钟左右 就能从我这个地方到达比加山 票价是六块钱 在那个锦州火车站那个门口广场上 那边有很多的那个班车 有701路 还有直达的那种 我坐的那个就是直达的 一开始我在导航上搜的是701 后来我打车的时候 那个出租车师傅跟我说了 他说你就到那个站前广场那边有那种直达的 我就坐的那个车 实际上它路上也会 一般去的时候车上都坐满了嘛 所以说路上基本上不停 你知道吧 所以就等于是直达的 那个还是比较的好的 然后回来的时候 路上是一路走一路带人 一路走一路带人 但是车上那个坐着很舒服 摇摇晃晃的 半睡半醒的 就到锦州市区了 速度还是很快的 就是回来的时候 这个空调开的稍微有点冷 吹的半边头疼 所以下次尽量不要那个空调 不要直接对着头吹 这片云非常好 至少还能挡个十分钟 这个正前方现在看到的就是锦州站 离我这里大概还有一千米 这条路还是非常垂直的 锦州站正好在这个老城区的市中心 看一下这个天空 还是非常完美的 它这个路口也有一个天桥 上去的楼梯设计的也比较好 它就是梅兰和我刚才那个天桥 粘在一起 要不然的话 它这里形成一个环形的天桥 那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再往前走一点 抬头看一下 这片云影马上不要紧 这个太阳在里面 一时半会应该出不来 我们往前走 我现在所走的这一块地方 是锦州市中心 应该是叫最老城区的一个地方 虽然说有四座天桥在这里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天桥设计的非常不合理 它没有形成一个环 所以导致人们在路上行走 想到另外一个路口 非常不容易 你要么就横跨马路 要么就绕到另外一个天桥 而且我刚才走的那边 好多都是围档 你知道吧 那个围档多的你 把你进去以后 就像迷宫一样出不来 我还得原路返回 可以想象一下 它这一块 哎呀 反正设计的不太好 好吧 不管它了 我们往前走 前面有个大牌坊 看看那个地方 是不是锦州夜市 就是我早上坐车的时候 那个导航说 让我在锦州夜市里 同站换乘 但是后来我下车的地方 也没在拉比亚 后来还是打车到火车站的 就是最佳方案 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你就直接打车到火车站 到火车站那个战前广场 就可以坐那个 到比加山的 还有到那个什么 其他地方的 这一块的车子 停的是真多 这个走路都不好走 它那个战前广场 还有那个啥 到那个地方叫 普陀山 北普陀山 我早上 当时有年首方案 一首就是去比加山 第二种方案 就是去北普陀山 后来深思熟虑呢 我觉得还是去比加山吧 实际上大海 我看的太多了 比加山不想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海见的太多了 不想去看了 但是后来 我搜索了那个资料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北普陀山 那我看的更多了 因为它的寺庙之类的 那见的更多了 所以说 思来想去 就去了比加山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去北普陀山 是需要爬山的 那那个你进去以后 你要买门票 坐观光车 然后还要不断的爬山 爬楼梯 特别的累 你去海边的话 去比加山 相对来讲 我不登岛的话 那就不会那么累 你要是登那个岛的话 然后要爬山的话 那也是很累的 我刚才走的这条街 叫中央大街 这条路叫兰宁路 然后这边就是 我说的那个夜市的门口 我们在这看一下 五塔夜市 这应该就是锦州夜市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